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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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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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十多条奔腾咆哮的河朵 既要拦阻排山倒海的流沙 越过弯颜而下的冰川 又要穿过不见天日的森林 天使举步难行的泥沼 工程之艰险世界罕见 传走公路呢 一个是它的距离是比较远的 那么另一个呢 它是穿过空断山内 这因为穿过空断山内 所以说它的困难是特别的大 在山上 这个很多的斗坡上 像大球权一样的 那样的叫做人 大炮岩 然后呢再爆破 这种情况也是特别多的 同样是在1950年 另一条通向西藏拉萨的金桥也在开始修建 它就是青藏公路 青藏公路全长也是2000多公里 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 它经过我过最大的潜水湖 青海湖 跨过通天河的四大支流 越过日月山 昆仑山 唐古拉山等15座大山 然而 复杂的地质和地理条件 让修建川藏公路 青藏公路的驻陆大军 面临了施工进度无法加快的难题 而为了尽快把物资 集养 送到进藏部队官兵的手中 各级首长把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了 我的进藏 我的物资怎么办呢 这个刘白城首长啊 和邓小平首长啊 还有河龙使人员啊 就想办法 青色捐围啊 我们经由的几个飞机啊 把几个飞机走着起来啊 去捆扣 很快 运送物资补给的飞机 便飞到了进藏部队的上空 用那个红布 用那个大石子 往这里偷 粮食啊 或者饼干啊 什么大米啊 偷了一件 那个解决一两天的问题 而在进藏部队遇到困难的时刻 藏族同胞也纷纷出力 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援了解放军 紧张的火撑中间 藏族给我们的很大的帮助 一想着运员 偷到别人去了 去藏袍啊 看到以后啊 远逢不动地送回来 也就是说吧 在这个 当中要冒出一些这个顶当下 在全国人民支援的 特别是西藏人民支援的 这些个困难啊 都是一个一个的结果 当时的西藏还没有攻入 运输物资只能依靠深处 在山间小道运输 十八军越往西藏复地进方 后勤读起了困难的运达 而这时藏族同胞给了驻藏人民解放军最有力的支援 他们出动打批牦牛 罗马 为部队运粮运户 他们祈祷叛黑 汤冰河 爬雪山 将粮食物资一战一战地向前运输 藏族同胞自发组成的单驾队 也紧紧地跟随着部队前进 白海战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进军西藏的胜利是藏民 藏族人民用牦牛给拖出来的 所以离开了藏族人民的这个支援呢 我们呢 进去西藏的是不可能想象的 与藏族群众对解放军的支援相反 西藏反动势力不断向昌渡地区增兵 昌渡战役怎样打下 英勇的十八军官兵 又是怎样把自己的鲜血撒在了这片热土上 军事计时正在播出走向麻烦 风雪七进路下棋 然而与广大藏族群众热情迎接解放军的行动相反 由主战派控制的西藏反动势力 此时却违背广大藏民的意志 不仅迟迟不派谈判代表 与中央政府协商和平解放西藏事宜 而且还不断向昌渡地区一线增兵 企图以武力抗阻解放军入藏 为了整齐西藏会面谈判 就必须拿下昌渡 只要正向某主席在正式达昌渡一千 提出来的 就是说路过这张大喉咙 可能争取西藏地方政府派人来谈判 昌渡是西藏东部的一扇大门 要进居西藏就必须解放昌渡 在中央反复督促无效 西藏反动势力坚持武力对抗的情况下 1950年10月6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昌渡战役 那些战胜了高寒缺氧极恶疲劳的官兵们英勇地投入了战斗 114名战士的鲜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 19天后 10月24日 昌渡战役胜利结束 武装抵抵抗分子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本来我们解放军一贯就是宽带俘虏 但是藏军俘虏我们有特别的宽大 我们给他先治治伤治病 我们战士伤了以后后治 先给他治 在战场上就给他治 他私人的财务一点不拿 都发分给别人 然后你给他们讲 昌渡这战我们是被迫打的 你们不来和我们和平谈判 我们想要和平解放 你们不谈 要打 这样子被迫打的 打了以后我们还是准备和平谈判 昌渡战役的胜利 人民解放军不仅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而且也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 在强大的军事压制和政治攻势下 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 阿佩阿旺晋梅等一行五人 于4月下旬到达北京 而出乎西藏谈判代表的预料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亲自到火车站欢迎他们 在西藏谈判代表的 北京正张地下 中央公司周恩来 所有的人都有 以李维汉为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 和以阿佩阿旺晋美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 举行了二十多天的耐心 真诚 充分的协商谈判 终于在1951年5月23日 鉴定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 十七条协议的基本精神是 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 西藏人民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中央人民政府在藏通管国防外事 帮助西藏发展农业工商教育等事业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 使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败 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区域自治权利 发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 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石 也是西藏人民从黑暗和痛苦走向光明的第一步 签字的第二天晚上 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还人堂举行盛大的宴会 庆祝协议的签索 班禅和阿佩阿望静美与毛泽东主席坐在一桌 宴会充满了喜庆的气氛 不喝酒的毛泽东也高兴地端起了酒杯 1951年10月26日 十八军的官兵在军长张国华 正为谭冠三代领下来到了拉萨 从1950年3月出征的日子算起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一年七个月 在路征的时候 拉萨河这样的争取前进 经过芭蕉街 然后到布达拉宫前面的广场 一方面就是群众对护 因为洪农全城 四面八方的都沾来 穷城出洞可以说 那么实际地方的政府的官员 从高级官员一直到下边的各级官员 也都参加 进行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 军聚的慧物团呢 这个他们都化妆 这个这个大的脚步 牛的阳格 光大的观众 一看到慧物团 那个团的衣服 在他们的表演的节目 哎哟 就发出了这个这个 一股这个这个冲散的声音 说是门的 说 温春公主又回来了 翻越千山万水 保经高原风雪的十八军官兵来到了拉萨 在通过检阅台时 他们每个人都精神饱满 在拉萨 中央把一项新的使命赋予了这支光荣的部队 这就是保卫国防 建设西藏 维护治安 保护僧俗人民的利益 对吧 所以温春公主到西藏去还带上重灾 还带上重地的 我们解放就是当时要神差 要神差 退坑时间 退坑时间 最后 禁藏官兵一路向西 来到了日喀泽 来到了江泽 来解放西藏的每一个角落 来到了迎接近藏官兵的藏族人民身边 无论是在加上军政军民团 团结方面 还是在为藏族的劳败性 这个攻击文明建设这一方面 促进当地的这个文化 促进当地的经济 促进当地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方面 这个有军人的这个不可磨练的这种作用 1951年12月 中央中央军委决定 成立西藏军区 以18军进藏领导机构 组成军区机关 1952年2月10日 西藏军区在拉萨正式成立 张国华任司令员 谭冠三任政治委员 3月17日 18军改为西藏军区 3号随即撤销 来到西藏后 部队遵照毛主席 进军西藏不吃地方 一面生产一面建设的指示 发扬南尼湾精神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早在1952年初 大地还未解冻 广大官兵就冒着凛冽的风雪 依然投入了开荒战斗 但要想把千百年来的不毛之地 变成凉田 却绝非易事 官兵们的虎口阵裂了 手掌上也磨出了血泡 广大官兵就是这样 凭着艰苦奋斗的精神 积极投入到开发边疆 发展生产 建设西藏的洪流中 先后在西藏这片土地上 创下无数的第一 雪域高远上 有了第一个飞机场 第一个农场 第一座水利发电站 第一座工厂 第一所学校 第一所医院 1954年12月25日 清藏公路与川藏公路 同时通车 通车时 两队装扮的五彩缤纷的彩车 汇视在了拉萨的布达拉宫皇城 清藏公路和川藏公路的建成 让西藏人民用现代化交通运输 取代了千百年来 人被触驼的交通方式 开创了西藏发展的新篇章 五年的时间 十万大军牺牲了三千多人 差不多美工里就有一名烈士倒下 他们实现了进军西藏前所说的 即使是死在西藏 埋在西藏 也在所不辞的誓言 所以以后为了纪念这两套公路的落成 就在这个地方 就了清藏传藏公路纪念碑 以纪念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 这个工程劝着把它成为 从西藏到北京的景潮 生活的景潮 从雪山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到西藏自治区的城里 从农奴居住的牛棚马圈 到城市里处立起座座高楼 从帐篷里的苏油灯 到水电站带来的灯火通灵 从马蹄深邃的荒山古道 到四通八达的公路网 从荒原上留下的野兽足迹 到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工程 西藏的一草一木 都记录着人民解放军的千秋工业 这些伟大的工技 既是开历史之先河 又是教育后人之丰碑 据不完全统计 从五十年代算起 为了西藏的建设事业 现出了宝贵生命的人民解放军将士 多达一万多名 那段奔腾激荡的岁月 渐渐远去 进藏部队那种为了祖国统一 而一往无前 为了胜利而一无所求 为了人民幸福而一无所惜的精神 值得人们永远记忆 拨开一段尘尘的历史 随英勇的十八军 挺进西藏 看他们克服了怎样的艰难闲逐 把共和国的春风送上高原 穿过一片高天云雾 随年轻的新中国空军极限飞行 看他们如何在凶险的空域 开辟拉萨航线 把吉祥的天鸟飞降雪域 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 军事纪时 五集特别节目 走向拉萨 向其火灰 飞越空中禁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